吉安相公所办理吉虎庆丰年绘画比赛 获得来自全国包括学龄前两岁的小朋友 到影法长者都踊跃响应 总共募集了488件投稿作品 经过三个阶段高标准评选 总共选出79件最精彩的作品 直起就在吉安浩克艺术村展出 乡长游淑珍也欢迎相信 在春节廉价期间可以来到浩克艺术村参观欣赏 吉安相公所举办吉虎庆丰年绘画比赛 获得来自全国学龄前两岁的小朋友 到影法勒林竹都踊跃响应 总计征得488件投稿作品 经过三阶段高标准评选出 完整具有代表性的79幅作品 直起就在吉安的浩克艺术村展出 原来我们征稿64件 因为取来自于全国的这些作品 高达488件 因此吉安相公所特别恳请我们花林县政府 能够博允让我们多了17件的这个作品 来鼓励我们所有参赛者 从乐林的银把组 一直到幼幼的可爱宝贝组 我们争出了共79件 每一件都是非常精彩 保有起故事性 所以邀约大家从初二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年初六 通通没有休息哦 所以在春假期间 在我们的年节期间 欢迎大家大手牵小手 来到浩克艺术村 过新年 这次的绘画比赛 不论是两岁的小朋友 或者是乐林英坊长辈 他们优异的美学表现都获得大家的认同与肯定 而经过评审和公所共同讨论之后 也决定在原额奖项当中 依参赛人数比例再增加17名的佳作 让更多的参赛者可以共享自信与荣耀 吉虎庆丰年 新春画展吉日起就在吉安浩克艺术村的吉野艺文馆 展出到111年的2月27号 过年期间从初二就开馆 欢迎民众可以在年节期间 和家丽临浩克艺术村 来欣赏具有故事性的精彩画作 也可以感受到温暖幸福的美好吉安 这里会吉安相报道